主持人介紹 哈囉大家好 你走進洗手下部 我是江坤君醫師 對公布導 洗手是最有好的方式喔 一般來說 洗手可以分三文洗手跟酒精打洗手 我建議大家盡量使用三文洗手 因為這是一個安全有效又不會過敏的方法 你可以把你手上的背後都洗得很乾淨 雖然酒精打洗手也有不錯的效果 但是一般來說 實在你旁邊沒有水的時候 我才建議優秀用酒精打洗手 三分洗手也是比酒精打洗手 更加有效更加安全 另外次氯酸水一般我們是拿來 七度頂路頭家千萬不要拿來洗手 雷煎鴨 日光 雷煎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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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大時代,我是小函,今天是1月6號禮拜三 今天台股做一個雲霄飛車上衝下襲 這個行情我昨天就已經講了,今天會震盪最好收小黑 果然今天最後是收跌,跌16點 盤中也是跌了163點,但是盤中也有漲了197點 不知道你感覺怎麼樣,我們回顧一下今天的行情 你真的會做嗎?9點半的時候見高點 你知道我在這邊發給會員幹嘛嗎?千萬不要追,今天的漲勢就到這邊 結果開始跌,不到半小時跌到快要到平盤 然後又翻起來,再殺一次,這一波厲害了 直接跌了163點,高低點差了350點 可是沒有,今天成交量4300億 這是常態還是非常態? 那我問題就很簡單喔,你現在收盤對不對? 那我現在問你,你不要跟我討論說什麼台積電今天555 那不重要,因為你買不起,你就算買得起 你就是買幾零股嘛,你就是買一股兩股嘛 你不可能一張五張十張這樣買啦 不可能啦,很少啦,對不對? 那你也不用討論說什麼,老師今天鴻海109塊怎麼樣怎麼樣 那怎麼樣?你七八十塊要敢買啊 你現在109了,我跟你講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 對不對?那你現在收完盤了嘛 這個量是真的還假的 這個量是常態還是非常態? 所以我跟你講喔,2月5號封關 最後這一個月操作難度不是你想像的 不是你敢買就會贏啊 敢買只是代表說你有機會贏 不代表你穩贏啊 你不要傻傻的 敢買有時候你看錯也要敢賣啊 萬一做錯了 今天很多股票一開盤拉漲停 結果後來下場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嘛 那你說老師今天這樣子震盪是不是行情結束? 我說也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接下來就要整理了 不是每天就大漲 每天大漲一兩百點,大漲一兩百點 沒那麼好看的啦 所以我勸你啊 現在選股你要睜大眼睛啊 不是說什麼什麼你看前一陣子 只要抓到一個題材 大家就橫追猛追啊 就是你敢追就會賺嘛 那你今天敢追嗎? 你像早上長榮海運公佈11月份單月獲利0.8元 一開盤開紅之後就直接下來 跌幾%? 跌6%多快7% 公佈好消息啊 他不是開盤跳空掌停板喔 不是喔 開平就直接下來了 開一個小高就下來了 請問一下這成交量幾張? 56萬張有沒有代表性? 所以我覺得你自己有時候要看清楚 有些是出貨盤 有些股票是在出貨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當然我現在跟你講這些你不會聽的啦 你會說我跟你說我去年 尤其是11月開始我就閉著眼睛賺 天天買天天亂賺 每天都大賺錢 去年平均每個人賺了83萬 今年你還有沒有這個能力 守住這83萬 你有那個能力嗎? 你真的認為你有那個能力嗎? 你認為你有那個能力你不要看我節目 等到你輸到找不到人的時候 你再來看我的節目 這樣比較實際一點 因為那個時候你聽我講什麼你才聽得下去啊 你懂得問什麼啊? 那我問你喔前兩天 黑石集團公佈今年的預測 2021年的預測 他為什麼第一條預測的是 標譜會先中錯20%以上? 他在告訴你什麼? 不知道嘛對不對? 你不知道他為什麼啊對不對? 他為什麼這樣預估 那老師那黑石集團是什麼? 是不重要嘛 人家講什麼都不重要 對不對? 甚至你認為我講什麼也都不重要啊 像我說今天應該要跌 今天最後就是跌 那我告訴你明天不會有什麼好 躲好的狀況喔 你不要看太好喔 你看這樣尾盤又拉起來對不對 又覺得說明天又會更好對不對 好我告訴你明天最好還是跌 短線把指標修正一下 真的是漲太多漲太快了 去年一年你到底做了什麼? 到底買了什麼標股? 我也是買到蠻多很會標的股票啊 那重點是有沒有從頭到尾 如果有從頭到尾的話 相信你也是大賺 對不對? 所以網紅都是股神啊 每個都說他很厲害啊 對不對? 大家幹嘛去努力去做節目什麼 都不用啊 大家就是拼命來炒股票嘛 對不對? 那實際狀況是什麼? 實際狀況是 現在面臨的是 去年這樣漲上來 變成是一個高基期 高基期之後 沒有錯啦 現在2000多檔股票 不是每一檔都漲這麼多 但是有些股票 真的 如果你還要去追漲 你要去看一下你有沒有那個能力 承受那個風險 我是告訴你是承受那個風險 不是告訴說你又買了要賺多少 話我都講得很清楚 今天財富 也就是新金店上市了 那這種股票不跌停 你覺得該誰跌停 這股票前三季虧錢 漲到25塊 最近連續標了三四支的漲停板 今天跌停 有很過分嗎 你自己看就看就好了 來 我們切給你看看 今天財富漲停板 財富他今天第一天掛牌 就是以前的金店嘛 金店跟龍達嘛 對不對 那你漲停板91塊 原金店是兩股換一股 其實金店也才四十幾塊而已啊 可是你要去看 最近這些股票在幹嘛 這樣啊 沒有賺錢喔 沒有賺錢 咚咚咚咚 對好開心喔 很多投資朋友 就說這個要漲一倍了啦 這要比較什麼金店 在這邊亂講 結果咧 咚咚咚咚 上來之後 今天下來 那我告訴你喔 很簡單 今天跌停你不會怕對不對 也許你今天前幾天買的嘛 今天你不會怕嘛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喔 明天只要一開盤 跌破這個漲停板架 那你就要小心喔 你就要小心喔 這就是標準的到貨 他跑掉啦 人家昨天就跑掉 就開始到了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今天負財要掛牌嘛 對不對 今天負財要掛牌嘛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還有沒有人在講這隻 有沒有 前三季賺0.02喔 三個季節加起來賺0.02 一個月跟你說賺0.33 你告訴我他從三十幾塊漲到兩百塊 你合理嗎 我告訴你喔 有些老師 我真不知道他們是在幹嘛 把這種股票 這種股本的股票 拉到這麼高的股價之後 高檔在這邊來回做震盪 我們要指哪個老師 你要小心一點 往往這種的下場 都非常非常的慘 你只要看到前三季只賺0.02 就算今天189塊跌停板鎖住 我都不覺得他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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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點啦 準備開始哭了啦 剛剛開始而已 金星科 前三季還虧1塊9毛9 同一群人在搞 同一群人在搞 我告訴你 拉到391直接打到快跌停 這不是出貨盤 什麼是出貨盤 你一定要等到跑不掉的時候 才會發現說被人家出貨了 對啊 一個月賺0.72啊 但是我告訴你 他今年還是賠錢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算一算 也對齁 今年好像還是賠錢 那幾塊 五六十塊漲到300多 391 這種股票才是今天大盤 大盤大震盪之後 這種股票已經出現這種走勢了 你要特別小心 還不是一檔一群一狗票 你像我昨天跟你講圓展 之前在漲的時候 哇我跟你講喔 遠距離商機啦怎麼樣 每天都漲拉漲停 就跟這些金星科這些經歷科一樣 每天拉高檔讓他做投成功之後 你看他現在過了兩三個月 過了三個月 股價已經腰斬 158剩下71.8 今天剩下71.8 還破線喔 還破線喔 破線是另外一波的起跌喔 這邊還破線喔 本來70塊80塊還守住了 結果還破線 今天還破線 做第二波的起跌 這種股票就是之前天天標 標完之後 人家出完了以後 媒體再也不講了 那些老師也都不講了 通通閉嘴 然後開始 你手上如果有這種股票怎麼辦 那你覺得這些股票你要不要避開 我都沒有做空喔 我只是告訴你 有些人啊 居心頗測啊 都推薦這種股票 而且都是低檔被人家鎖馬 都是主力鎖馬 然後說什麼什麼有轉機啊怎麼樣 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無法無天的拉 那我也不知道 交易所也不管什麼都不管 我們所有的部位也都沒在管 對 那我告訴你喔 你自己要小心喔 來股票市場 大家都有眼睛在看 你必須得知道說 操作股票是有風險的喔 對不對 操作股票是有風險的喔 如果明天這些股票 我跟你講這些炒作過的股票 全部一開門 又跌停 我跟你講你自己小心一點 能跑你就跑 我跟你講能跑就跑 我也告訴你 不是那些股票怎麼樣怎麼樣 股票本身都沒什麼問題 就是你那個心態很奇怪 有些人說那個股票很會漲 我就喜歡它很會漲 當它跌下來的時候 丟在路邊都沒人理 丟在路邊都沒人理 就像那圓展跌了三個月 沒有人要理 對不對 現在還有人跟你講風力發電嗎 四季鋼 有沒有人在跟你講四季鋼呢 有沒有人在跟你講中興電呢 有沒有人在跟你講華城呢 通通都沒有了 最近一個月沒有人在跟你講 為什麼 你自己看啊 你看這中興電啊 好棒喔 老師我跟你講65耶 46 這樣追腳了你知不知道 網路上有投資人跟我講說 老師他追腳了 我說不會啊 這大多頭你為什麼會被追腳 沒有 大家都說風力發電了 結果我就去發電一下 結果被人家抓去發電 被人家抓去發電 被人家抓去發電 對不對 然後還問我說風力發電 到底有沒有行情 你看嘛 四季鋼啊 來啊來啊來 他不是跌一天耶 他跌很久了 只是最近大家都不想講 大家都在講那個什麼 航海王嘛對不對 那我說很簡單嘛 昨天我也吐一句啊 你不要人家在鼓架在低檔的時候 你不去做航海王 股架在高檔的時候 你去那邊航海王 到時候你就變海賊王 昨天我也是這樣跟你講 就一講出來 還公布力多 啪 下來 又打一巴掌 所以這個盤不好做 不好做 到封關2月5號 還有一個月 你自己好好把握啦 你自己好好把握 公司認為 觀眾朋友需要我的幫忙 你自己跟著來 好不好 有需要的 等一下廣告中把電話撥通 我們先進廣告再回來現場 謝謝 驚喜架 888驚喜架 大步向前走 讓您金流年一路旺到底 驚喜專線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頂葉投顧 全新照顧 028511 4366 當您避開投資陷阱 只剩關鍵 頂葉專業超盤團隊 為您掌握 頂葉投顧 02 8511 3366 使用過的口罩不亂丟 是基本的公德性 這誰有說的沒錯 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很多人出門都會自備口罩 用後的口罩不要亂丟 應該要像我這樣 隨手丟入垃圾桶 那口罩可以回收嗎 用過的口罩 不是資源回收物喔 隨意丟棄口罩 可依違反廢棄物汽泥法告發 除以1200到6000元把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關心您 歡迎您再回到現場 各位觀眾朋友 這盤我覺得接下來要大震盪 最好是明天再去收一個小黑 化解一下最近漲幅太大 那些指標什麼的都是要修正 那也讓大家稍微靜一下心 不要整天在那邊追 追得好開心喔 你像今天追的成交量4300億 講義氣比較難聽的 這行情真的是很久沒這樣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量這麼大 這樣更好嘛 但是你自己要注意喔 還是有風險的 還是有風險 那你自己要看清楚 不要在那邊亂追 而且現在全世界疫情啊 是非常嚴重的 非常嚴重 你自己看新聞就知道 是非常嚴重的 有些東西你必須得堅持 像我就繼續堅持 我跟你講啦 我不是看1000而已啦 等他要出來成功的話 他不是1000而已啦 那未來你怎麼看 其實也不重要 因為有些人就是狀況外嘛 他整天只是會留一下言說 吐槽一下老師怎麼樣 隨便你嘛 反正你留言 我就假裝沒看到就好了 會不會痛 但是很多東西就是事實勝於雄辯嘛 你看喔 現在大家都在打疫苗了 疫苗有用嗎 現在不是英國的變種而已 南非也有 然後聽說什麼斯諾伐克那邊也有新的 反正現在已經有 這個病毒已經有幾十種的表兄弟姐妹了 那再過一陣子是不是會更多我不知道 就跟那個感冒一樣嘛 一下是什麼A型流感 一下是B型流感 一下是什麼食物引起了 反正就是他 就是感冒嘛 那這都是病毒感染的 所以我認為最後是要有效藥物出來以後 大家才會覺得說 喔不用再去怕他 那當然台灣就這麼大 有能力開發出這種藥物的 應該也沒有幾家了啦 對不對 你像現在還有人在跟你講那個ABC嗎 沒有了嘛 對不對 之前吵到120 我不是跟你講那個東西是人家在吵嗎 ABC啊 有一檔股票叫ABC啊 對不對 啊你是不是狗狗狗啊 對不對 誰推薦的 到底是誰害你的 你們到底在推薦公司 推薦股票標的的時候 有沒有去看基本面啊 我真的 我真的喔 我如果是經管會主委的話 我一定在吊銷這些老師的牌照 亂講一通 黑白亂講 真的都黑白亂講啊 然後就一窩蜂 吵上去就是王啊 他就當王啊 那吵錯了咧 管他啦 會員套在裡面關你的 反正那個觀眾套在裡面 那不管啊 對不對 我講ABC KY啊 銳池啊 你都沒有 那恭喜你啦 所以我是跟你講的是說 我的論點都跟其他老師不太一樣 如果你要我介紹掌停板 我也很簡單 我就這樣打開來就好 你看這些股票都掌停板 好棒棒對不對 廣語第一支嘛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廣語今天在出貨 那你要不要信 我直接給你壓出來這五個字 那你要不要小心一點 明天只要一開第一 他就我倆沒有明天了啦 你懂嗎 那你說老師 你這樣的話我好害怕喔 我看你的節目變好害怕 我說 你不需要怕嘛 有些錢不是你該賺的嘛 對不對 他想要漲 他想要標就讓他去標啊 對不對 也許我講完隔天就跌 也許我講完他隔兩天才跌啊 就在隔兩天的過程中 你還是罵了我48小時嘛 結果隔完兩天48小時以後 你就覺得啊 原來有一個人跟你講真話 對不對 那沒有屁用嘛 對不對 會認同就是會認同 我跟你講有些股票漲上去 那些錢不是你賺的 你不要這樣假的 你看前兩天新簽在漲停板 今天馬上跌停板 沒有人敢講 大家都嘴巴閉起來 那些股票喔 真的你看一下基本面再來買 做一下功課再來買 你買了以後你也睡得著覺 對不對 對不對 招揮 我買有衝上去一段 那今天沒有漲 今天開屏之後 小高以後押回 那之前我們推薦的股票 我也是跟你講 八塊你要買嘛 對不對 反正就漲一倍嘛 漲一倍了你就恭喜你 那你就不要再追了 都已經講這麼明了 還有人要問說可不可以買 八塊沒要買啦 十六塊啊 人跟你說答證啊 下車啊 謝謝三文安啊 他還在買 他還在說他要買 就是這樣啊 很多投資人就這麼可愛嘛 他說不對 這個線型走揚了 要大漲 我說 一會再漲就留一些給別人賺 其實這樣回他 他還是聽不懂 他還是要買 抵擋你為什麼不買恒大 昨天買啦 六十塊 有些也沒有成交啦 我這邊我都跟會員講清楚 沒有成交沒關係啊 反正明天有更低點我們再買 對不對 今天一開一個小高就下來 果然下來讓我們買 沒有關係 我們這是 這個價格 就是買進做多的地方 就不是一個做空的地方 對不對 他只是做一個創高做一個壓回 壓回你再買 下一波上去你才有錢賺 對不對 壓回找機會買 對不對 我買的時候也是 就是大家覺得很奇怪啊 對不對 隔天還買更低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就上去啦 也是被罵 我跟你講 沒有立刻買了掌停板被罵 提早買也被罵 對不對 沒有賣在最高點也被罵 現在投資人就是要求也很高 所以我們盡量要求我們自己操作更漂亮一點 你這樣前一波我們37塊就推薦了 光姐今天是創新高 創新高 可惜啦 可惜了 被大盤拖累 往下拉回 但是起碼他是開盤還有創新高 開盤還有創新高 我們不是賠錢的 我們還是賺錢的 只是看你怎麼看而已 起碼今天早上還創新高 國劇已經走高了 接下來怎麼做 浴金光到底可不可以買 浴金光今天破線了 到底可不可以買 你想一下啦齁 什麼時候才可以買 什麼價格才是最好的買點 跟著我一起來 2月5號前 跟著我一起來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選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